当地时间8月18日,国际金茶王大赛2018总决赛在香港开赛,吸引了来自中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中国、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前来参赛。 来自香港赛区的冠军叶达生技高一筹,拿下总决赛冠军。 国际金茶王大赛由香港咖啡红茶协会主办,至今已有10年,目的是发掘和培养港式奶茶制作师傅,并以此推动港式餐饮文化的发展。 参赛选手需要凭借经验,挑选茶叶,现场菊茶、壮茶,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冲出香浓又滑的港式奶茶,由在场的14位评委打分。 叶达生在此前举行的香港赛区比赛中,利措其他几十位选手,获得分赛区冠军。 当天,他与来自广东、深圳、上海、多伦多、墨尔本等赛区的冠军一起,争夺年度国际金茶王贵冠。 从业已经15年的叶达生,凭借选手的技巧,领先其他选手将近一半的时间完成比赛,完美展现了快节奏的香港速度。 我茶种的配搭方法不同,我和皮特选手,抽茶没那么快出味的,我们如果有茶一煲就差不多出味,时间会缩短很多的,我自己研究出来的。 香港咖啡红茶协会主席黄家河表示,港式奶茶在香港餐饮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。 据不完全统计,香港每天的奶茶消费量在250万杯左右。 黄家河希望能借助这样的比赛,将港式奶茶推向更广阔的市场。 港式奶茶也借助香、浓、幼、滑,来到去将一个情怀结合起上来,而令到这一样东西可以推广到现在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,所说的大湾区。 也都是很希望今年之后,我们的港式奶茶也可以一步一步地迈向国际,迈向其他国家。 2014年,港式奶茶制作记忆被列为香港首批废物质文化遗产。 2016年3月,牛津字典收录了奶茶的英文词条Milk Tea。 为了解决近年来奶茶师傅紧缺的问题,香港还研发了首款人工智能港式奶茶充斥机器人金仔。 它可以模仿不同茶王的充斥手法,不仅可以解决香港部分茶餐厅人手不足的现象,也可以保持不同奶茶师傅的独特性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